好好一輛黑色的德國車 幾乎半個車身都被用塑膠膜包覆住 層層纏繞 而一旁還有攤販準備擺攤賣東西 拍照的網友就說不要亂停車 攤販怕刮到還要保護你的車 反而遭到其他人打臉痛批 因為現場明明沒有紅線 停車合情合理 網友說我是車主肯定砸貪 也有人說攤販理虧一定被檢舉 車子包膜的地點是在恆春市區 當地每周日晚間都會有夜市 攤位從乘租空地延伸到馬路上 應該是就輛車礙到擺攤位置 警方說當天有攤商向警方求助 說希望能聯繫車主移車 但車級資料留的電話打不通 警方也愛莫能助 其實這種工業伸縮膜 之前就常有人拿來慶生整人 像整部機車被包覆還貼上便利貼 甚至是債主用來討債 但他真正的功用是用來保護物品 一點的國家他們也會希望包這個 因為怕像非洲國家或什麼國家 他們會有人把行李箱刮開 工業伸縮膜一捆 跨50公分長750公尺 比家用保鮮膜還來得厚上許多 因此像機場就有業者 把工業伸縮膜用來幫行李包膜 防盜 防刮 防潮都很好用 但若是拿來惡作劇 警方說恐怕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反而會害自己被罰錢 記者 吳國珍 江淬華 高雄屏東 綜合報導 служinden 收 vote 李北